黄医师请教 那这个结婚后 账户说有买保险吗 那受益人是谁 受益人是写他妈妈 就是婆婆 不是你也不是儿子 对 我其实那天 就是也是只是突然看到 因为他们蛮常买保险的 然后就在那个桌子上 看到那个保险的文书 那因为不是特别锁起来 放在保险规或是抽屉 只是就是大啦啦的放在桌子上 然后我就说 那来看一下咯 因为表示我可以看吗 你又没有锁起来 然后我就看 然后就是男生人寿的保险单 不少钱耶 然后就看看看看看 然后结婚之后 看到最后的受益人 还是写他妈妈的名字 其实我当下是还蛮不开心的 因为不管是哪一种保险 不管你是什么厨职 还是怎么样 那你保险你总是有一个 受益人的名字嘛 那理论上 你男生结婚之后 这个所谓的保险就是 你万一怎么样 你万一怎么样 难道你没有想要照顾你的太太 没有想要照顾你的小孩吗 我当下第一个觉得不开心的理由 是因为其实他妈妈更有钱 对他妈妈很有钱 根本不需要那个受益人 根本不需要他写那个受益人 那我就想说你连这一点点的钱 都不想要给我是怎么回事 然后那时候才新婚没多久 大概才一两个月而已 我这个人就是我想到 我就去跟他讲 我就说你这个没有写受益人 没有写我是怎么样 他就说我觉得应该是写我 我会说正常的 我说我虽然跟你相比 也许不是那么出社会 我们再白色聚他 可是正常的价值观里面 应该就是受益人 应该是写太太啊 那你妈妈怎么样 第一我说姑姐不论你妈妈 自己就很有钱了 那万一你怎么样 你先照顾太太 太太有余力也还能照顾妈妈嘛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 我刚刚就讲说人社会在年纪小的时候 我们小孩子是受到父母的慈爱 才能够长大 那老人家能够好的生存 是靠别人的人词 老人家 真的你要能够活得好 是靠别人的人词 不是靠你最后有没有钱 因为我在医院待过 我真的觉得你老人家 你再有钱 你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没有一个真正爱护你的亲人 没有一个人或者是不要亲人 你没有旁边的人 医护人员或者是照顾你的人 对你仁慈 你最后都是活不下去的 那中间这一段的人 就是要去学习 怎么样去 自己好之外 再来照顾别人 那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说你作为一个老公 你在你应该要学习 要照顾你的老婆的时候 你都不会 其实我很生气 但是我觉得这个我有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因为 你今天负责唱款调 不是 不是因为真的我觉得说 我真的我也会写 我最后一个人写我太太 感觉你是在争取 他前夫的那个委托契约 他是我朋友 我不会公开这样 他是我朋友 我不可能去 开玩笑 但是因为我觉得 我要讲一个 就是有时候 在做一个保险的规划的时候 他的思考点会很多 因为刚刚听起来 他是听他妈妈的 他妈妈很多财产 那你想想看 如果我做一个儿子 我要如何表现出我很孝顺 我是孝顺妈妈的 那妈妈对我会不会比较好 我觉得那关系这样 就得到更多了 而且搞不好 这保险优优优是妈妈认识的 我问你 优优会跟妈妈讲 对 如果妈妈跟你 妈妈对你观点不好 他儿子写说 给你 那你觉得他会怎么样 所以某种程度上 而且我觉得你也不用太难过 为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 妈妈照理来说 不好意思 我讲照理来说 你会活得比他妈妈更久 所以当受益人过世的时候 他就变没有受益人 那就是你了 所以其实你应该按部就会 要先问你 为什么这样 要比气场 对 要比气场 我常常人就是这样 你比气场的时候 有时候比气场的时候 你那个状况会不一样 就会主客意味 我们常常会这样讲 你在跟你们 你要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那有时候你去质问的时候 也许未必是他 他就觉得你怎么这样 不好意思 你那问题就是身体要过好 要过好 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是 我们遇到很多问题 大家都会说 没关系 你就活得比人家久就好了 我觉得这是错的 因为人有旦夕祸福 而且现在癌症盛行率很高 你没有理由说 你一定活得比人家更久 所以 而且像刚刚 我为什么会一直 就是我早早就是脱离哭 还是因为 拜托我钱婆婆 他们家人都活超过100岁 所以你要拼 那有没有 你要拼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保险是钱婆婆买的 对啊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 对 有时候保险 但他没有跟我讲啊 他那时候就是骂我说 就是怎么会这么爱 就问一死人 叫我问没中 自己想 都罢整个 你保险的事有跟前夫吵架吗 就是大吵啊 大吵啊 对啊 因为我就一直跟他讲 我说其实你这个 真的可以改我的名字 对吗 我觉得隔离啊 其实你的就感情层面 我觉得没有问题 可是有时候在技术层面上 可能就 你要先确认他 他会 这钱谁输的 给你一个理由 为什么是受益人写不上 没有 其实我觉得 他也讲不出来 他说那只是投资型的保单 然后他说 总之我这样要求是不对的 因为我觉得重点是 他也没有好好解说 他跟我讲说 我要求那个受益人 写这个是不对的 然后他让我觉得说 他直接告诉我 他觉得你会要求受益人 要写你就是爱钱 其实你是感觉 你是那个感觉 你是感觉 他觉得你真正对 对 就是这样